導演你怎麼選 如果你鬥一票的話 哇 你這是什麼 你是魷魚遊戲嗎 真的好難選 賈靜雯和王靖 在電影瀑布中演出母女 精彩對手戲 積出超強火花 也一同入圍金馬獎 最佳女主角 那個確診的同學 就坐在我後面 我覺得你還是 離我遠一點比較好 她的眼神跟以前都不一樣 好像生病 再說一次 昨天反正自己在家裡看 然後跟家人 跟我的小孩一起 頭皮發麻有點不可思議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昨天在得知消息的時候 是在宣傳那個筆碑箱 然後一得知的當下 就開始有點語無倫次這樣子 接下來大概三四個訪問 幾乎都是呈現在一個 就是智商不是很足的狀況下 完成的 最重要的是恭喜靜雯姐這樣子 恭喜恭喜 謝謝 恭喜我可愛的女兒 其實昨天王靖他有說 他很希望靜雯姐可以得獎 真假 因為我昨天遇到他 我也很希望他得獎 說實話 因為我們必須我們那段時間 兩個互相陪伴的 跟中導 被中導又折磨 然後又覺得 滿爽的 被折磨 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那種 是一種相知相喜 導演你怎麼去 如果你只有一票的話 哇 你這是什麼 你是魷魚遊戲嗎 恐怖喔 如果只有一票的話 我肯定要先就不會去了 因為對我來講 他們兩個都是非常非常好 因為就像我剛剛才講的說 如果真的 今天只有一個人入圍的話 我都想拿我的最佳導演獎去換 因為他們真的是我手心手背 手心手背都是漏 你沒辦法 這是真的缺一不可的 當然要讓我們落淚了 電影中的母女黨同台競爭 心情最複雜的 就是導演鍾孟宏 這回賈靜雯飾演 思覺失調症患者 內斂的演出 儘管戴著口罩 眼神依舊展現出 演技爆發力 但就怕寶貝女兒看到 會害怕 她靜雯 妳會帶小孩去看看 不會吧 這不變成這樣 不行 我覺得 我覺得我那個小大的會 我覺得我大女兒 對 我大女兒會 然後小的 我覺得她們太小了 可能會被我嚇哭吧 女兒在家會過 妳曾經變臉過嗎 電影當中 我應該在家 不會有那個狀態吧 這樣子我真的可能要去 諮商一下了 可能就是比較嚴厲的說 會出門 每天都要三催四催 一年級這樣 二年級這樣 三年級也是這樣 提早準備 有準備有這麼困難嗎 會 當然 對 就是媽媽媽可能 我覺得 好像只要是媽媽應該都很熟悉 這幾句話 因為每個媽媽都有講過 因為小孩都會拖拖拉拉 你說王靖也有跟那個 就是她們拼動 對 然後我就跟她 跟我兩個小的說 她是我女兒 兩個都這樣 登個大眼睛看 然後戴著口罩這樣看著 想說誰 誰是媽媽的女兒 那靜雯姐之前有說 什麼女兒可能會在家裡 看妳走星光大報 他們這次有期待 媽媽要求女兒 他們其實現在還不是太清楚 我覺得到了那一天 他們會 因為之前她就是在 看到我媽媽出來的時候 她就會在那邊一直跳 這次我想她們應該也差不多吧 主要因為他們 所以可能準備比較公主 你說Elsa嗎 但也不適合在金馬上出現 我想中導應該不想跟Elsa 一起走金馬 Elsa是誰 冰雪奇緣 你知道嗎 他們也不知道 金馬戰袍還要時間再準備 但賈靜雯和王靖的演技 已經再次受到肯定了 完全樂節玩如蔡長龍 採訪報導